无糖饮料长期大量饮用之后 你就会出现肥胖 或者体重降不下来 另外的血糖代谢出现问题 无糖饮料一般指的是不含糖的 但是呢还有一些代糖品的一些饮料 首先呢它刺激的是 我们大脑当中有个叫下丘脑 因为下丘脑是内分泌的中枢 下丘脑里边有几个开关 一个开关是让你吃饭 一个开关是不让你吃饭 凭管它这个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 但是呢它吃完之后呢 它会让你的食欲打开 让你吃完这顿看着吃下顿 所以呢无形当中 如果一个人每天都会喝那么一杯 不含糖的无糖饮料 大约在三到五年之后 它就会出现内分泌的问题了 现代科学研究 这个无糖饮料里边有很多的成分 这些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 刚才我们提到了 胰岛素是人体利用葡萄糖 唯一的最最重要的基础 但是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会误判 因为你这是东西是甜的东西 你不是糖啊 但是它可能会误认为 你跟糖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呢 胰岛素的分泌就会出现紊乱 不该分泌的时候分泌 该分泌的时候它不分泌 所以这时候它的血糖就开始 慢慢就乱套了 所以呢 事实上无糖饮料 长期大量饮用之后 你就会出现肥胖 或者体重降不下来 另外呢 血糖代谢出现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